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我們幹嘛呢 你小時候有玩過 史萊姆的第一個家嗎 或者是好玩遊戲區 這種集結上百上千的遊戲於一生的網站 還是你是新生人 只有聽過Steam 沒關係 今天我們就是要介紹 區塊鏈上 Wib3上面的遊戲集合平台 再加上AI的力量 那就是我們的Cup 以往你要找玩遊戲賺錢的GameFi 要在推特上 茫茫人海中 尋找你想要的GameFi 還要擔心詐騙 欸 使用Cup就可以高效整合 快速在裡面 尋找你想要的GameFi 馬上開始玩遊戲賺錢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配合的廠商 會在網站裡面 會有很多福利放送給你們 簡直是一舉多得的好網站 重點是 這次Cup的活動 就是他們的Cup的節點販售 透過節點獲得收益 並且購買節點費用 加工方最後還要還給你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零成本白鹿這個項目 零成本獲利 想要知道如何購買這個Cup的節點 一支使用Cup Play Cup Protocol 那我廢話不說 趕快來介紹 Cup Protocol 是一個模組化數據層 專為遊戲和AI設計 通過確保飲食權 所有權於數據控制 讓用戶掌握自己的數據 並從中獲利 先來看看Cup有幾個主要功能 以及優勢 主要功能 Cup Protocol 就是一個完整的數據流處理器 包含你的數據驗證 身份驗證 儲存處理模型訓練 以及價值分配 你可以將不同遊戲中的成就與數據 集合在一起 並從中獲利 Cup Play 這是一個跨平台評論系統 和最大Web3遊戲分發 與社交平台 在這裡可以探索各種Web3遊戲 參與社群活動 並通過遊戲中的成就 和數據獲得獎勵 Cup已經與超過750個遊戲公司 和AI公司合作 這間夥伴包含 等知名網友商遊戲 這間遊戲通過Cupf的平台 來提升用戶體驗 並通過數據共享 和價值分配 來增加整個生態的互動性與收益 Cupf已經獲得2000萬美金的融資 投資者包含 Campus America Tax Mentors Trap Capital IOS Dream Mentors 以及Hashkey Capital 等知名機構 這些就是投資他們的機構 展示了Cupf的潛力 推特上有人說 融資超過1000萬的項目 才是項目 那這個你就可以參考看看 它已經超過了1000萬美金的融資 接下來 如何參與Cupf 基本上老玩家都知道 這個網站可以每天簽到 獲得售代幣 那這個售代幣可以進行直壓投票 你可以把你的票 投到喜歡的GameFi上 投票過後就可以抽獎 獲得遊戲的福利 售代幣未來有機會換成Cupf代幣 所以各位請保持每日簽到 這些都是免費 不簽白不簽 也有其他列付費的簽名 這可以自行斟酌 接下來購買Cupf的節點 有什麼獎勵呢 是的 這購買Cupf的節點 有多項獎勵 比如說空投獎勵 在以後發幣的時候 節點持有者可以獲得空投的獎勵 第二個就是節點挖礦獎勵 運行節點會持續獲得這個VeCupf的獎勵 或是第三個 持有VeCupf代幣的人 可以參加治理 也就是可以對項目方的未來進行投票 不僅可以影響著項目方的方向 還有可能獲得額外的獎勵 節點挖礦獎勵的分配 是總量的25%分配給節點的營運者 那這些獎勵會隨著時間的釋放 並且每6個月減少25% 重點如何購買Cupf的節點 它的白單銷售在5月24號 12點開始為期4天 公開節點銷售在5月28號12點開始 那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週價目前是不知道 但是有一點知道 越早參與 價格越優惠 你先買先到啊 那購買步驟 你看到資訊欄點選的網站 加入後補名單 連接你的錢包 社群還有mail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 後補資格 如果你後補上了 就可以購買這個白單的資格啦 第二點就是白單銷售 如果你有白單的話 就可以搶在前面 購買優惠的資格 最後你就是公開銷售 最後大家沒有限制 都可以一起買的價格 這個100%的回購計畫 是如何呢 你其實他給了兩個方案 第一個選擇就是100%回購 也就是你用Cupf代幣支付 假設你用1000U 買這個Cupf的節點 那6個月後 將會按照你購買節點的1000U 等值的Cupf代幣 回購你的節點 但是這需要30天的線性解鎖 或是你可以選擇2 80%立即回購 比如說你用1顆以太幣 購買Cupf節點 最後回購的時候 可以給你80% 也就是0.8顆以太幣 立刻解鎖 所以他給你兩種方案 如果你怕這30天線性解鎖 Cupf代幣會掉價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第二種 8折拿回ETH 立刻施放 那他這個回購資格 你要在營運期間 保持70%參與率 並且未將任何 VeCupf獎勵 兌換回Cupf代幣 也就是你要一直鎖倉著 那鎖倉到持續什麼呢 持續到他的代幣發了後6個月 你就可以開始參與 這個回購計畫 好以上就是這次Cupf的介紹 以及Cupf接著購買資訊 給你們做參考 那本期的重點就是 這個Cupf是免費的簽到 你們最好繼續做這個交互 未來才有機會 或者是通頭代幣 根據推特上 融資1000以下的不做 這個融資1000以上 所以各位還是有機會做一下交互 最後是這個Cupf節點 各位可以先去卡位 拿那個後補名單 你最後要不要命都沒關係 但是你先去卡位 如果你覺得不錯 5月24號就可以直接去購買 重點 這部影片有白單 讓你按讚留言這部影片 在下面留言一句話 加上你的錢包地址 0x開頭 EBM的錢包地址 我就抽給你白名單 詳細辦法 我會放到資訊欄 以及留言置頂 節點購買好處 就是要獲得空頭的機會 節點挖礦獎勵 投票治理 還可能獲得代幣獎勵 就這樣越早買越便宜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卡位 這個項目 我們也是交戶了很久 自己也是蠻期待的 每天都在那邊簽到打卡 如果你也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購買連結 都放在資訊欄 以及留言置頂 我們下次見